奥斯卡获奖电影制片人 希加·卡普尔 问到萨古鲁关于压力的问题 希加·卡普尔说 既然我有这个机会采访你 我知道人们会说 那么为什么不问问 如何消除压力呢 我们对压力有没有一个定义呢 萨古鲁这样回答 几年前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 不管走到哪里 人们都在说 压力管理 我很不理解 因为在我看来 我们管理的都是 对我们很珍贵的东西 我们的事业 家庭 金钱 财富 孩子 为什么有人要管理压力呢 过了一段时间 我才明白 人们已经把压力 归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了 压力不是生活的一部分 你没有能力 掌控自己的系统 就会感到压力 压力的产生 不是因为你工作的性质 首相在抱怨有压力 苦工也在抱怨有压力 每个人都在说 自己的工作压力很大 那些没有工作的人 也觉得自己的处境压力重重 所以你是在忍受你的工作 要是你被炒鱿鱼了 你会快乐吗 不会 所以显而易见 压力不是工作带来的 对不对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身体 头脑 情感 能量 化学反应 你什么都不会管理 你是偶然的 无意识的在运作着 所以做什么都感到有压力 如果你开着一辆车 如果你往一个方向打方向盘 车子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走 你就会有压力 对不对 现在你驾驶着的就是这样的机器 你对它一无所知 只是偶然的跌跌撞撞的经历生活 所以你会感觉压力 有压力不是因为你所从事的活动 也不是因为你所处的生活环境 有压力只是因为 你不知道如何管理你的系统 让一个人未敢压力的 另一个人却能轻松完成 是不是这样 所以有压力就是因为 你没有能力管理好你的内在环境 而非外在环境 本质上我们生活品质的改变和转化 不是因为我们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内容 而是因为我们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心境 如果有人 过着很美妙的生活 那并不是指他在做些与众不同的事情 当他早上醒来的时候 他也要去上厕所 也要刷牙 也要做和你一样的事情 但是他的生活像魔法般美妙 就是因为他的心境 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的时候 就会这样 当人们陷入爱情的时候 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因为他们生活的内在环境改变了 但是一旦其中一个人走出爱情 他们生活内在环境又再次改变 他们会很痛苦 如你所愿的改变你生活的内容 也许不太可能 因为你存在的外在环境 要允许你改变才行 但是改变心境 是你能按自己的意志所做的事情 你不需要任何人的允许 这完全不依赖外在环境 有一天三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另一个人经过这里 问第一个人道 你在这里做什么 第一个人抬起头来说 你香了吗 难道看不见我在切磕石头吗 这个人又去问第二个人 你在这里做什么 那个人抬起头来说 我在做那铁包我肚子的事情 我来这儿 他们叫我做啥我就做啥 我只需要铁包肚子就好 这个人又去问第三个人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那个人站起身来 快乐极了 说道 我在这里修建一座很美丽的寺庙 这三个人在做同样的事情 但是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体验 有天然之别 每个人在他生命的每一刻 都可以用上述三种心境中的一种来做事 这将会决定他的生活品质 生活品质不是由他所做的事决定的 一件事是简单还是复杂 并不会改变你生活的品质 改变你生活品质的 是你做事实的心境 是我们现在的每一日都可以做事实的吗 但是我把这种心境拥有了